重播 给 进去 迪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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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 您坐 时间差不多了 慢慢快过来 来 跟阿姨坐 让我们一起坐吧 来 倒水 行行 到了 到了 好 坐坐坐 喝水啊 我们今天电话节目自开播已 一直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喜爱 这其中也包括一些特殊观众 前不久我们节目呢 就收到一封特殊观众的特殊来信 之所以说它特殊 是因为这名观众是一个杀人在打算 他给我们来信能够 是希望能够多保护的方式 他的情侣又被调整的 我是一个特殊 两年时间 今天是种会把我们去伤害 为了多立法 你也知道 我 是一个特殊观众 报告我旁边的这位呢 就是给我们节制呼吸的特殊观众 这两年里 我吃饱了 睡过了 我一闭上眼 就看见邻居 血淋淋地站在我面前 他嘴里说 还我的命 我天天晚上都做噩梦 不是梦见他 就是梦见被警察追 我都快疯了 这两年里 我什么苦都吃过 什么罪也都受过 为了不以人注意 也为了躲避警察 我捡过废品 我捡过废品 还当过欺验 有几次啊 我差点饿死 别人都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在阳光下 而我 却只能像老鼠 永远都见不到光 我一见到警察 我就想要躲 我就想要跑 就连就在坐在街上 我都贴着心 掉着胆 生怕警察查我的身份证 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再也不想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我想家里的父母 还想我的妻子儿女 每次看着别人一家人 高高兴兴地在一起生活 我的心就像真诈一样 有一次啊 我实在忍不住了 就给家里打了电话 可我才知道 自从我出事后 我父母就气得叮叮 家里全靠我老婆一个人承认 我姑娘一听说 根本就不愿意戒掉 所有同学们都笑的 是杀人犯了 他们不愿意有我这么样一个父亲 林举一家也因为我 家破人亡 其力自在 我有亏 我对不起家里人 更对不起被我害死 爸 妈 老婆 姑娘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爸 爸 那我 为什么 我对不起 是不是 善报 咱们 我 希望杨冰也能看到这个节目 无计过啊 你的意思没有用呗 你得放心 来这次啊 把决心下来 如果杨冰再来电话的话 那么无论如何要去他回来 我们相信你 宾子 不管你到底在哪儿 不管天涯海角 姐一直在家 一直守着这部电话 姐一定要把你等回来 我想再问一下 如果重犯已经判了死刑 那主犯会咋办呢 是不是也会判死刑了 这不一定 关于法院的认罪 这跟主犯还是重犯 没有多大关系 只跟认罪态度有关系 如果主犯的认罪态度好 也会得到缓刑 重犯虽然犯罪较轻 但如果态度恶劣 死不该会 反而还会判重刑 你现在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需不需要咱们见面谈谈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啊 喂 是心灵夜话栏目吗 我有个事想问一下 你是在外头 有一招没一招的 这万一让公安局把你给 只问一下老老少少的 你找我咋办吧 哥 你去哪儿啊 带我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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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带我去呗 长冬啊 梁冬 你这是 你以为是给你的 长冬啊 我知道 你也好几个八月十五 没在家过了 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 再不好意思 有些话我还是得说 杨冬家还得辛苦你 趴一趟啊 不用你说 杨军 我早准备好了 上次他媳妇跟他说 自首这事 他说要考虑考虑 这两三个月都过去了 他一直没信 我想着 这回八月十五过节 他肯定会往家里打电话 我们也等着这天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呀 杨冬这次要不打电话 那肯定有点像 说不定 他就没把他媳妇的话 当回事 我有个感觉 他肯定会往家里打电话的 好 秋云 嫂子 张队长 杨伯 来 进来吧 来来里边坐 杨伯 里边坐里边坐 来来来来 过节好啊 好好好 来来来你警官 杨伯 坐坐坐 来来来来 今天中秋节 来拿拿拿拿拿拿上 大家一人吃一个月饼 团圆嘛 大家都团团圆圆的 来给给 今天呢每个人都拿一个 今天咱们这个吃完月饼以后 咱们厨房给大家做的红烧肉 咱们一会去吃红烧肉喝酒 大家一醉放酒啊 好走了吃了 老哥 接你电话用一下嘛 给家里打个电话 行吧 这没电了 你看这东西 那是咋的 那是正 这是中秋节 都给家里打个电话 来到外面供用电话挺大赞啊 行不行 好 行行行 您这少喝点白酒对身体还是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又吃饭了 球员来来来来 赶紧坐 你们就将就点了 咋子你太客气了 最近很好了 有鱼有肉的是不是 是 真是不好意思 为了冰子的事情 让你们连节都没有过好 我们都习惯了 妈呀 家里多喝吧 啊 就吃啥饭 哎呀 惨死我了 喂 啥 老啥 老啥 老啥你啥回来了 哎呀 你俩小子就点回来了 搞各种小女孩 咋呀 这纪念啊 跟普通啊还好吧 啊 好 好 好着算呀 晚 没事 嗯 那现在吃吧 他也没啥馅儿了一楼 您吃了不 弄不着看他是个真如馅儿了 你看看 有有 还有骨头了啊 你想就永远的 那个风流就热 是的 不太瞎说 说你这我命人坐着刀蛋来找我三丈 你知道 哈哈哈哈 好嘞 好嘞 来 这小王就不说了 走 走 走 小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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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季 我要打个电话嘛 哎 小王 你该给家打个电话 中秋季了 不打电话 老婆也跑了 你过年回去 你过年了 怎么办 快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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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兄 我跟家里说点什么 咱听听小王 给他媳妇说啥巧巧话呢 我能有啥话些 肯定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谢谢 好好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等吃点啊 别着急 可能就是有命拿来的 千万别慌 就当我们不在 接吧 喂 姐 是我 殷子 你在哪儿 我在干活的地方呢 你买月饼了没有 买了 还专门给你留了一块 就等你 等你回来吃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这个家 彬子 现在不说这些了 姐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得咋样了 好 姐 彬子 你不要害怕 我已经跟你打听好了 姐 我再想想 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上次电视台的那个节目 你看了没有 那个人和你一样 彬子 你回来吧 我真的好想你 姐 我再想想好吗 彬子 强强想跟你说话 跟爸爸说 爸爸 你为什么不回来过节日 我和哥哥在家里 你特别想你 你为什么不回来过节日 爸爸也想你们 你们好好在家里听话啊 爸爸 你为什么不回来过节日 我特别特别的想你 爸爸 你为什么不回来过节日 不知道 美人 做一个最爱的牛奶 你怎么回来 你不回来 你不回来 我来 你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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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实在是吃咋的,忙里忙外的, 把你钱的几万块钱的账都给还起了。 他实在是太苦了。 不知道吧, 爸也老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要是再吃一点,恐怕咱父子, 这一辈子是见不上了。 爸。 上回你来电话, 全员怕你在外头担心,我敢跟你舍。 萌萌大病了一场。 爸,你说啥? 多亏了他们啊。 要不然,萌萌这套小命就算是完了。 你回来吧。 你回来,把钱资陪你去自售。 买到窝里。 只要你伏法就能抱住你一条命。 肯定给款大。 你回来, 你和邱萌好好孤儿子。 咱这算是一个后家庭。 要不然的话, 咱这一家人就全回来。 邱萌为咱, 付出得太多了。 叔叔,我也是。 是。 咱家还有别人吗? 没有谁,没有谁。 就是负责你某个事情的, 公安局刑警队的长队上谈。 喂? 喂? 杨并。 走吧,打完了,回去吧。 电话还上去了? 没事,不用管了, 咱回去喝咱的酒去。 走吧。 那行,就做。 这儿八页十五, 咱回去弄点秀。 咱自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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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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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 梁局,咱们估计的没错, 这杨兵还真来电话。 听着那边有出来车网的声音, 应该是在街上。 我觉得应该是个公用电话。 我们根据电话号码查了, 应该是在河北搏头。 我估计, 应该离他干活的地方不远。 另外, 那个杀人犯自首的电视节目, 他看了。 他爸把咱给他做的工作也跟他说了, 我觉得应该能起到点作用。 嗯, 我现在就跟河北方面联系, 让他们尽快地查清楚这个号码的具体位置。 好, 好。 我们这就去。 好,放心。 。 温广, 连夜出发, 到杨兵所在的河北。 好。 我也去。 爸, 你就在家。 我也去, 要不然个呆在家里心里不踏实。 那杨兵再打电话过来怎么办? 鲁虹, 你在这儿留手,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 这就走。 好。 是。 明白了。 杨兵, 你放心, 我清楚。 您帮我齐买。 早起。 走, 上车。 。 专案组迅速查明了杨兵来电的确切位置。 当地警方在接到专案组的协查请求后, 火速赶去进行紧急布控。 对公用电话附近的小区物业、建筑工地、出租屋等展开秘密排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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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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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这咋回事? 这人来公安局的人。 谁来嫌弃你? 你是公立负责人吗? 哎。 这个人你认识吗? 这, 这, 这不是小娃娃这不是吗? 不可能。 什么 就是小王 就是谁啊 就是小王 这可是全国通缉的药犯 还是呢 他下午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喝酒吗 这不是 对对 下午就是跟他在一块儿喝酒来了 他下午一直省省不定的 坐了一会儿他是 他出去没演起来 再没回来 他去哪个方向了 就修一个消费副 走 带上去劝开 好好 快带警察去看看 行行行 快快快 快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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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快去快去快去 谁啊 喂 谁啊 三宝 我是彬子 是彬子 彬子 你在外面咋样 三宝 过去有些事我确实对不起你 现在我有个要紧的事 我必须问你 好 好 你是 我不在家这一年多了 我们家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照实跟我说清楚 彬子 你 你 你啥意思 哎 你可不要请别人乱讲 咱弟兄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 你是不是 哎 我老婆 也不是故意的 这点 他也是一丝糊涂 哎呀你别跟我说废话 你照实了 从详细的跟我说 好 我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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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啥不 你觉得他当时反应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把该事给他都舍了 全他回来 他那边一直不吭声 哎 最后还舍了句 我知道了 就把电话挂了 他是几点打的电话 他 大概有 十一二点吧 那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我 我两个最近害怕 我就不明白了 有什么可怕的 怕什么呀 好好好 不管怎么说还得感谢你们 他要是再来电话 你必须马上告诉我 好 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候 记住了啊 张队长 是不是冰子往家里打电话了 听三宝的意思说 他这回有点动心 说不定已经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自首了 弄不好 没准咱们下车就能见到他人 妈妈 下车是不是能见到爸爸 嗯 可以见到爸爸 太好了 下车能见到爸爸了 是天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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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冰通过与邻居三宝夫妇的通话 了解到了他逃亡在外的这段时间 家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是继续逃亡还是投案自首 在这个人生的重大关口 适度成性的杨冰 没能克制住自己的赌性 又一次拿出了那枚改变他人生命运的硬币 决定再赌一把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你 跟你说话呢 你干嘛呢你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你 你言语声啊你 跟你说话呢 我说你呢你干嘛呢你 不服气 想打架你啊 怎么了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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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组刚刚抵达不透视 却立刻接到了杨丁再次行凶的消息 到死都改不了这毒性 顾队 张队 就是这儿吧 对 这面硬币就是在这儿发现的 这小子自从跑了以后 就没有再明目张胆地干个坏事 看来他精神状况很不稳定 张队长 我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全市所有主要交通议 通缉令就下发到了各个集成单位 包括出租公司 公交公司 以及宾馆 饭店等等 都已经进行了紧急的通缉 但是到目前为止 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 他跑的时候身上有多少钱 根据当地的民工讲 他当时走的时候说的是去买烟 但是我们搜查了他的行律 却没有发现钱 估计他跑的时候全都带走了 大概有多少 两千块钱每日 包括了他三个月的工资 以及差不多一千块钱的医药费 张队长 我们搜查他行律的时候 还发现了这本书 你看这有些地方还窝着呢 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 估计他当时有自首的面团 自首 他打伤的那小两口是什么呀 已经送医院 重生正在抢救 张队长 我接个电话 喂 什么 发现了 去追了没有 快点追啊 好 我马上就到 张队长 有他们的消息了 咱们走吧 张队 就是这辆车 小刘 出来一下 对我们张队长 有什么情况跟他说一下 你好 是这样的 当时我就在这等人了 他一过来问我跑不跑长途 当时我没认出他了 这通缉令刚发下来 我没仔细看 就在一表盘刻着了 我说跑 他一上车也没搞价 我刚起步 他又说要买包烟 下车没走两步就开始跑 我还说这小子砸了尿憋的 后来一看这通缉令 觉得面图 像他 像他 真像他 所以才通知你们了 这五万块钱傻金 白白跑了这 这小子还在市里 他穿什么衣服 林工样 灰不溜秋的 没看清楚 走 小刘 再见了啊 根据这一情况 当地警方立即在该地区 展开了拉网式排查 虽然没有发现 杨兵的任何踪迹 但当地警方的及时行动 有效阻止了杨兵 进一步潜逃的可能 完了 完了 完了一步 这下我该往哪儿跑 咋会这样啊 咋会这样啊 炳子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我和爸 还有两个孩子一起来接你回家 你咋在这儿又打人了呢 你咋这么糊涂呢 你咋这么糊涂呢 你这可够实力 咋又弄出这么个死来 你先别急 急也没用呢 爸 咱们今儿已经到这儿了 一定要想办法救兵他 不能让他在这儿犯事 他要是再被抓住了 可就真的活不成了 现在还有个仨办法可想嘛 一定会有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的 炳子 你不是答应过姐吗 你不是答应过我回回来自首吗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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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队长 如果这一次 我还却炳子回来自首 你们还会不会款大处理 应该是可以的 咱们得先找到他人了 找到他的人了 想办法救你 他说是可以的 你可以的 看看 你想办法救你 江队长 病子他现在不愿意见到我 我们可不可以想办法 让他看到咱们 当然他能自首是最好的 咱们都省事 问题是 他能不能看见我们呢 不行这样张队 我跟电视台联系一下 好 好 也是个办法 梁局 杨冰现在精神状况很混乱 他虽然伤过人 但是有迹象表明他想自首 他现在很矛盾 也很犹豫 对 要是这个时候咱们能拉他一把 兴许他就不会走到绝路上去 更何况这次有他家属配合 应该能起到一定作用 可以啊 抓总不是个办法嘛 这个家伙一向狡猾 已经多次从咱们手里逃出去了 哎 有个其他的准备也好 对 要一手抓一手拉 哎 你跟当地的同志好好地商量一下 看看具体情况 随机应变好了 好 好 小云 这次我跟你的一块儿去 就是把我这张烙链丢进来 那要把这个混账东西撼回来 从小某关家后 他硬了这么一个东西来 小云啊 不关咋是 那这一次一定要把他交回来 那 我不能北法人 松黑法人吗 我说啥 我咋说 不用紧张 你听主持人的 主持人应当你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好吗 另外我真求向您的意见 一会儿在播出的时候 要不要在脸上打些马赛克 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啥意思 就是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 在你脸上打些马赛克 把脸遮挡起来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要不要 我就是想为了在这里 让他看到我 我不能让他看不见我 你想清楚了 好 那到时候不要紧张 我们开始吧 好 好 开始 好 走 大姐 来 强强 萌萌 大姐 来喝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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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克克克克星 來碗熱湯麵 快 爸爸就得見你一場面 快 快就爸爸說 快就爸爸說 讓爸爸跟你一起回家 對 爸爸 你回來了 媽媽和爺爺都想你 我和哥哥也想你 爸爸 你要不回來 媽媽每天晚上都在哭 我 你不要讓媽媽再哭了 爸爸 爸爸 回 爸爸 回 小冰啊 如果你在電視機前看的話 爸想跟你設幾句心裡話 要是現在不設 可能以後總沒有機會設你 爸知道你狠 大小我都對你灌得眼 只要你有錯 爸做狠狠的大你 你敢來爸不少的大 可是你知道 爸做你這麼一個兒子 爸是希望你將來有主席 能成才啊 像你現在這個樣子 叫爸做了以後見了你媽 殺給你媽交代你媽 小冰啊 爸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殺人的事 其實爸比秋雲知道的還糟 爸 爸 咱父子倆雖然不設話 但我對你砍飯店的事 一直上著心 我不怕別的 都怕你肚 肚是個無地肚啊 去年春節你回來 是動假接喜假片 你和秋雲都瞞著我 我雖然老了 他耳朵不濃 念經也不好 你能有啥大事一回來 就這麼折騰錢你 那當時就覺得不對勁了 那到底是你爸 沒有誰比我更傾訴你 後來你第二次回家 夜裡他五天看了 還給你媽磕了三個頭 那當時心裡就一涼 晚了 你肯定是在外頭 發大禍的 第二天我就去了雲傘 我嫁妆是想飯店警力要張的 當時的飯店警力給我省 老伴在一個月以前已經換人了 換人了呀 給你說換人了換人了 快給我走吧走走走走 快給你說了多少次了 快快走走 一傘子你和雷港 一塊妥妥地回來 莫金假門啊也知道 他也知道 你和雲傘子我肯定是十二世 你和雲傘子又幫我們 我一定是ophilia 你在外头热喊啥乱子呢 可从九云 一天也婚不住室的样子 和她供奉的遗乡 她一天供奉你一乡 这有啥意思吗 我心里都吃不住了 你肯定是在外头 有点命安了 爸 别再说了 爸 不 求求你这么舍 不舍不来跟着心里难受的害怕 电视台里懂了 我求求你 别让我舍我 别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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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舍我 我全都舍不来 我认读吗 你让我舍不来 我舍不来 你别再说了